像Nubra你那樣貼酒會流汗 就在行走的過程中 或是在儀式上的進行 你就會害怕突然會不會水腳掉在地上 真的很尷尬耶 所以我就今天來做熔爐的手術 我要拒絕Nubra 那因為你的上胸的皮下脂肪的厚度 其實是OK的 所以我會比較建議你選擇 術後不需要按摩的類型 就比如說像是膜的 那它的特性其實就是因為 它內面的細膠跟外面的膜 它的貼合更好 然後全程內視鏡的方式 把這個液乳放到你的胸部裡面 Hello 我是Doris 我們現在術後已經到45天了 然後現在胸型其實蠻飽滿的 而且我現在這樣晃晃晃 其實可以感受到自己胸部是在有彈跳性的 你知道嗎 對事業上是有升級的 手術完隔天的晚上就去工作了 然後呢 我們要遇到的工作夥伴的好姐妹 當然好姐妹不是用座 我們用胸部頂耶 時間越南這次的摩的2.0 熔爐手術 我非常的滿意 而且非常的成功喔 真的推薦給大家